我想先就在黨部發生的員工遭遇到廠商的性騷擾事件 我先做一個簡要的說明跟回應 第一个是作为当时候党部的主管 督导的主管 在我的下属部门发生这样子 员工遭到廠商的性騷擾事件 我们未能在第一时间承接住当事人 提供他必要的协助 造成他独自承受这些压力跟伤害 我想我们应该共同表达我们的歉意 第二个是我们也必须思考 虽然我们有性贫的申诉机制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机制无法有效的去承接住每一个受害者 这个也是我们必须共同反省跟检讨的部分 让未来在性贫的机制上面能够更有效的运作 这个我想制度上我们必须来检讨 对那我想对于当事人而言 他愿意挺身而出 表达他的感受以及他的遭遇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事情 那也非常不容易 那我想我们应该给予他更多的同力跟更多的支持 那在这个他遭遇到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还是要重申 我们未能在第一时间承接住当事人的感受 造成他在这个事件的当下 他是独自面对跟承受 这个我们必须深切反省跟检讨 那我也要再次呼吁 也如同刚刚中央党部的同仁 刚刚所开的记者会所述 这个我们希望大家尊重当事人的隐私 不要对他进行任何的 不管是人身攻击或政治攻击 那你说那你是督导当时 那有接到当时后有没有交任何 关于这个案子的一些传言 或者是这个申请 我想简略还原一下当时候的状况 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这个妇女部的当时候的主任 许家庭主任有简略向我报告 不过因为这是一个姓平事件 那基于这个当事人的 这个保护当事人的隐私 所以我这边只有收到简略的一些报告 那所以这个详细的过程跟细节 因为这是姓平事件 有当事人的隐私 必须顾虑 那我想这是当初妇女部给我的资讯 是这个他们当事人决定 并没有要走这个申诉的程序 但是我们确实忽略了 这个当事人决定不走申诉的这个管道 背后可能有种种各种的原因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当初忽略的 所以我认为有疏忽 我们就应该诚恳的检讨跟致歉 你会做这部分做什么样的负责吗 虽然已经目前不是当的负责 对我想这个党的决定跟这个调查 都已经在启动 那我想就尊重党的机制来处理 我们全力支持党的所有处置 因为这完全没有进行任何申诉这个部分 那其实当时因为你是负责督导 那这部分请问 我想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姓平机制跟这个督导部门 这是这两件事情稍微要厘清一下 第一但是我想这个姓平机制的这个启动 当事人的意愿是这个关键 那但是我们确实在当初这个许家庭覆命 跟我报告的时候 是向我表达这个当事人 没有要进行这个进入到这个申诉程序 那我们没有去细救他背后 不进行这个申诉的总统原因 这是我们的疏忽 在父母会处理性骚扰的案子吗 副总统性骚扰容忍吗 总统案要怎么调查呢 在父母要处理性骚扰的案子吗 谢谢丽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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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欢迎订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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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副总要看姓平事件 第一 赖清德主席表示 对于任何涉及性骚扰的事件 党中央绝对采取凌容忍的态度 第二点 新民部主任跟主席室主任调查的 组成的调查小组 会紧速调查并提出处置报告 第三点 徐嘉田副秘书长 即刻停止接受调查 对于这位导演 我们当然就是即刻停止 跟他的所有的合作 另外 就是想请问一下 因为刚刚有提到说 有跟受害者联系一段时间 但是有父亲 但是他怎么还是会封闻 然后另外一边 都会封闭门来说 这件事情 第一个大家都知道 Netflix现在的照浪者 人选之人正在热播 那么我们没有想到 原来这部被民进党大力宣传的 这个人选之人 是民进党的一个纪录片 那里面的情节呢 事实上真实发生 那第二点就是 你可以看到民进党妇女部 他们这样的一个冷处理 事实上就是在迫害压抑 这个被性骚者 所以民进党所谓的要鼓励照浪 难道是要照浪来吞噬 我们被性骚的这些弱势 然后想要伸张不得伸张的人吗 那第三点大家也可以看到 妇女部这样的冷处理 那请问一下 当时民进党在督导妇女部 来做性贫的 来争取妇女权益的是谁 就是当时的副秘书长林非凡 那我们过去也看到 林非凡常常要求 就是要尊重妇女 不要性别歧视 所以在这件事情 他过去应该是有督导妇女部之责 但是现在出事了 那请问一下 林非凡是不是也应该出来 来做一个说明 请问一下 在民进党内部 是可以这样放任 这个被性骚者 然后还要这样子 息事宁人吗 所以我想不只是 民进党妇女部的许家田 那林非凡也应该有责任 也应该出来对外说明 整个被害者 他的描述的过程里面 那么当他鼓起勇气 去检举去申诉的时候 他根本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帮助 然后竟然告诉他 问他 只问他说 你怎么不叫出来 你怎么不跳车 那么被害者当时 我看到他的脸书也写了 当时是在高速公路上 请问一下他要怎么样跳车 所以可以看到 民进党的主旗逝者 碰到这样的性遭事件 他们是多么的冷漠跟无情 然后还要让事后到大草原上去呼喊 呼喊什么呼喊他的公平呼喊他的公道吗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让我们觉得非常寒心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就讲 就是我们看到人选之人里的剧情 竟然是民进党的纪录片 那这样的情节活生生的上演 而且讲话这么刺痛人心 这么样冷漠 这么样的包庇 那么民进党过去常常在那边高喊所谓的 妇女的权力 然后性贫 那么我们也看到有好多的 就过去来争取妇女权力的 这些民意代表或者政治人物 请问一下他们出有没有出来谴责呢 我在这边也可以直接的来呼叫 我的同事范云委员 他对这件事情他怎么看 那么这些过去都长期好像在坚持 然后在标榜自己是 这个维护父权的这些民意代表 这些政治人物 但是他们的作为是什么 所以如果你现在去看一下那个维基百科 那么许家田的介绍还是他长期关心 富佑的权力 这不是极大的讽刺吗